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江城市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有了工作之后 我稳扎稳打 逐渐提高自己的薪资 在父母的帮助下 我在江城市买了一套92平方米的单元房 真正实现了自己的经济独立和居家自由 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就把主要精力画在进修学习上面 我所在的单位可以提供我在职研究生学习 我可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于是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我靠着自己的努力 拥有了研究生学历 后来 我不断提升自己的职务 还让自己的薪资翻了一番 我很满意自己的工作 每天都兢兢业业地上班做事 下班研究学习 慢慢地 我就错过了自己最好的恋爱期 直到我29岁那年 在我妈的催促下 我才开始相亲 在二姨妈的介绍下 我认识了公职人员李伟明 李伟明来自农村 他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脚印上了大学 并在江城市顺利考遍上岸 成为了一名公职人员 李伟明长得白白净净的 我对他印象还挺好的 最为关键的是 我已经年轻三十 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眼高手地了 于是 经过几次约会 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下班之后 我常常坐在李伟明的自行车后面 一起去逛江城市的大街小巷 一起去封树巷子 喝浓黑咖啡 把我们的恋爱的日子 过得浪漫而又实在 经过一年的恋爱 我终于决定嫁给李伟明了 我们的民政局扯了证 就成了正式夫妻 因为李伟明家境不是很富裕 他在城里也没有房子 我就把我买的那套房子作为婚房 我和李伟明约定 婚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努力 再买一套大的房子 毕竟以后孩子长大了 需要更多的空间 就这样 我和李伟明结婚之后 就过起了夫长夫髓的生活 我每天都及时下班回家 把家里布置了温馨而整齐 毕竟现在工作稳定了 我也不必再进修了 所以 我有更多时间花在家庭事务上 而李伟明每天准时下班陪我 我们小两口的婚后生活 过得安静而自在 可这样安静日子只过了几个月 2021年3月 李伟明的妹妹 也就是我的小姑子李丽美 就带着老公和儿子来江城市找工作了 因为暂时工作没了着落 为了省钱 他们先寄居在我们家里 我嫁给李伟明 小姑子自然也是我们的一家人 所以 对于小姑子一家三口的到来 我并没有多大反感 我把多余的房间整理一下 就给小姑子一家住 虽然侄儿有些潮 但毕竟是孩子 而且他们来了 家里也热闹一些 而李伟明对于妹妹一家三口的到来 似乎更热情 他说妹妹自小跟着他长大 兄妹二人一起吃了不少苦头 如今妹妹日子过得不好 但哥哥的肯定会多帮忙的 于是 我在上班的时候 都会主动关注一下招工信息 就想能够早点帮小姑子他们 找到一份好工作 不过 妹夫不愿意当保安 小姑子不愿意三班倒 学历不高的小姑子和妹夫 一直没能去上班 他们一家三口就这样一直住在我们家里 时间长了 我看他们整天在家无所事事 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 再有耐性的人都会心烦的 我劝小姑子和妹夫降低一些要求 早点去工作才好 可是他们却不听 依然每天浑浑噩噩呆待在家里 最让我感到心烦意乱的是 小姑子和妹夫没有工作 自然也是没有啥收入的 他们每天不买菜不做饭 我们去上班的时候 他们在家叫外卖 或者吃冰箱里的剩饭剩菜 晚上我们回来 还要带一大堆食材回来 然后我亲自下厨房做饭给他们吃 而小姑子不但不帮我做饭做菜 而且还时不时地询问 嫂子 饭做好了吗 就这样 无所事事的小姑子 一家在我家蹭烦大半年 把我的耐心都消磨光了 也许是因为他们待在我家久了 自己也心烦意乱了 妹夫提出在外面开一家面食店 于是 小姑子向我们提出 借十万块钱 老公听完之后表示同意 他要我把我们的积蓄十万元拿出来 借给小姑子 这十万元可是我多年的积蓄啊 我自然不大愿意 不过 既然老公开口了 我表示只能借五万给他们 这下老公有些生气了 他指责我说 丽美是我的妹妹 也是你妹妹 她要借钱开店 你怎么不支持一下呢 我也火了 李伟明 你说得轻巧 这十万元钱 是我多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 现在是疫情期间 赚钱容易吗 借五万给妹妹妹夫 已经是我的上限了 再说 我一分钱也不会给 就这样 我和老公大声吵了起来 小姑子自然是站哥哥一边的 她也数了我说 嫂子 你嫁到李家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按照我们农村的习俗 你嫁过来 你的财产 自然就是我们李家的财产了 这十万元 也算是我哥哥的财产 我哥哥同意借给我 你就要借给我 听到小姑子说出这么没有道理的话 我顿时觉得 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了 这时候 妹夫也过来 她跟着小姑子话头说道 是啊 嫂子 这钱只是我们借你的 等我们赚到钱了 我们一定会还给你的 你怕什么呀 而且 这家里当家做主的是大哥 不是你呀 看到小姑子一番轮分上阵的羞辱我 老公也在一边煽风点火 我知道 嫁给这个凤凰男之后 我只是一个外人而已 于是 第二天 我就找到房产中介 果断地把自己的房子给卖掉了 几天后 当房产中介带着买房人来收房的时候 李伟明惊呆了 他质问我道 你怎么不经过我的同意 去把房子卖了 我不同意 听到李伟明这样说 我冷笑一声 这房是我婚前财产 我有权处置 你们赶紧给我搬走吧 不然 新房主会报案 说你们侵占私人房产的 李伟明也是学过法律的 他的脸清一阵白一阵 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最后 我和李伟明说了一句 好聚好散 转身就离去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书名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字幕志愿者 李伟明